关于新款自由光相信大家通过稍早的介绍已经相当了解了 虽然是一款改款车型 但这款车不仅在外观设计上有了较大的变化 动力总成也换装了更强劲的2.0T发动机 这不禁让我们对国产版的新款自由光的驾驶体验有了一些期待 接下来我们就来近距离的体验一把这款新车 看看换装新的动力总成之后它会不会让人满意呢 大家眼前的这台车就是由广汽飞客生产的新款吉普自由光了 这款车在刚刚结束的广州车展上正式亮相 虽然是改款车型 但是在设计和动力配置上都有了不小的变化 新车的外观设计重归了传统 最新的家族式前脸与吉普大致会官一脉相承 一眼望过去就能发现新车的不同之处 一体式前大灯造型简洁 虽然不同于现款的分体式前灯组那般前卫 但是同样具有不错的静止度 从侧面来看 新车除了前灯组带了设计样式的变化之外 整体的轮廓与现款车型保持了一致 而在车身齿的方面 由于是改款车型预计也不会有太大变化 只有英寸双色轮毂才用了新的设计 搭配了尺寸为29的马牌轮胎 按配置不同 这款车有多种的轮毂样式可供选择 新车牌照框被安置到了后备箱上 后包围也经过重新设计 看着更协调 此外分体式尾灯内部构造和灯组样式也有所变化 由此带来了和现款车型不一样的视觉效果 。